一方面想要中国主动伸个友谊之手 同时也要威胁一下中国 也要表示对中国的强扬 所以他拿大文杠来说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房屋面对面 我是王宇田 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就是比较有意思 他在前任总理莫里森的领导下 然后把中澳关系之间搞得一团糟 现在新的总理上任了 他说了一番话 首先他表态中澳之间的关系的缓和契机已经打开了 但是又放了一番话 说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达尔人港 威胁要把它取消掉 究竟阿尔巴尼斯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有请王宇田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 澳大利亚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很有意思 首先说澳大利亚确实是一个富裕的国家 但是澳大利亚很有意思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个力小而自大 其实它的力量并没有那么强大 尽管很富裕很发达 力量并没有那么强大 不是世界的一个强度 但是它非常自大 认为我这是一个世界的大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味偏而自恋 第三个自尊而自私 这就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面来了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那是互共赢的 对不对 对双方都有好处 一个是资源国 一个是工业国 双方天然就是一个互部的格局 在2020年之前 中国铁矿石的进口 60%都是澳大利亚的 连续四年 澳大利亚挣了钱了 中国不买 那这个卖给其他国家 当然能买 但是量绝对没有那么大 因为它自私在香港问题上 台湾问题上 新疆问题上 不断的制造是非 帮助美国去说谎 所以在莫里森政府的时候 双方的外交关系 一下给凉了下来 影响了双方的贸易关系 其实对两个国家都是不利的 而现在呢 这个阿尔巴尼斯呢 上台之后啊 这个工党政府呢 和原来的莫里森政府呢 不太一样 所以最近阿尔巴尼斯说啊 两国呢 现在有改善关系的契机 但是呢 他要求中国来主动作为 可是这个事情啊 解铃还在吸铃人吗 是因为你澳大利亚引起的 你澳大利亚应该主动 不过我们还看到一个 就是他的国防部长 在香格里拉峰会上面呢 也没有过多的挑衅 也不像过去那个达顿国防部长 不断的说澳中必有一战 这次他的国防部长 在香格里拉峰会上的表现呢 还可以 也表示了 想与中国的国防部门呢 进行进一步的基础 也就是说 现在的阿尔巴尼斯政府呢 他是想和中国呢 来缓和关系的 当然了 他缓和关系的目的呢 就是说他上台之后 那里经济上再有起色呀 对吧 如果经济上没有起色 那在国内 那也是说不过去的吧 但是呢 他拉不下这个面子 一方面呢 想要中国主动的伸个友谊之手 同时呢 也要威胁下中国 也要表示对中国的强样 所以他拿达尔文港来说事 达尔文港是在2015年的时候 由大陆的南侨集团呢 花了5.09亿澳元 取得了他达尔文港的99年的经营权利 而在莫里森政府的时候 因为他是民主党啊 是北领地以民主党为主的这么一个政府 与中国大陆签的 现在阿尔巴尼斯又拿这个说事呢 实际上呢 我觉得一方面 是为了打击那个民主党 上一年的政府 我工党政府 我不想支持你原来那个项目 同时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威胁中国大陆 你不主动的来给我澳大利亚交好 我有可能取消这个项目 但是呢 其实没那么容易 真的要取消这个项目 有的法律专家算了一下 你澳大利亚再赔300亿人民币赔偿金 这个就是跑不掉的 对吧 澳大利亚估计现在也比较困难 对呀 所以澳大利亚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一方面呢 他确实呢 有这个动议 第二个方面呢 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工党政府 在经济上呢 做出成就出来 同时呢 他的处理方法呢 当然和莫里森不一样 他有可能呢 是把政经啊 作为简单的分离 政治上 这个他不会改善什么民主人员自由 即使这个哈尔巴尼斯政府 他也不会改 但是呢 他想呢 在经贸活动上面 你还是要多买一点我的铁框石啊 多买一点我的羊毛啊 这样的话呢 我的经济上面又搞上去了 而在政治上面呢 在意识形态上面呢 继续和中国大陆呢 进行对练 这样的话 有利于这个党的执政 当年呢 我们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啊 送了澳大利亚一个外号 叫纸猫 形容呢 就是色力内刃呢 纸老虎都不是 就是个纸猫 还挺可爱的 现在看呢 他们这个想法呢 确实是挺可爱 所以呢 我们大陆呢 就是对于澳大利亚这种国家呢 我们不必动感情上的一个东西 就是利益上来进行压制它就可以了 你敢挑衅我们的底线 那我们就要压制你 但如果你呢 就是不来惹我呢 我们还可以好好做生意 那至于你 当然是当地在给内部民众 或者给美国怎么表演 我们不管 但是实际行动上 如果他真的伸了手 那就一定是不会放过他 好 本期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